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当兵的时候就在金门 号称是战地记者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相机可以到处啪啪噪 而且我去的地方连金门人可能都没办法去 没关系我们今天聊的就是金门 金门跟我当兵的时候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今天特别连线小金门 嘉年华冰果市的负责人陈嘉阳 为什么跟他连线呢 因为他除了经营家里这个这个冰果市 那前身当然是杂货店 一个礼法杂货店 那现在是2017年重新策划开张 同时呢 嘉阳自己呢 也是在地的一个导览解说的团队 去分享 去分享很多大家不知道的金门知识 那他本来是四岁 四年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来到 跟父母搬到桃源 那一直到考上了金门大学建筑学系以后 才重新回到了列宇 列宇就是我们讲的小金门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跟嘉阳连线呢 他也是金门县列宇乡商圈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直多物凡不及被宰 又是西方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那除了经营冰果市以外呢 他他创办大亨啊 大亨市的畅游在岛上举办旅游导览及体验 那我们今天特别跟他连线 因为他对于小金门的资源 一定非常的了解 所以跟他连线 嘉阳在我们的线上 嘉阳好 嗨大家好 我是嘉阳 来你自我介绍一下 嗨好好介绍自己 好好介绍自己 没错 大家都说来自那个离岛中的离岛 列宇 对 然后就如同您刚介绍的 我其实从小时候就去到台湾 对 然后去台湾长大 然后到大学之后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也一起 就是带着你们从金门 移居到台湾本岛是吧 对啊 其实我们我们家跟很多金门人都一样 就是从大概民国八十几年那时候有一个移难潮 为什么为什么是八十几年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那时候民国七十八年的时候 那个就是账户阵地解除 然后我们金门才可以就是比较方便的去到台湾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大批很大量的金门人就选择到台湾去发展 而且那时候证实那个台湾经济起飞 所以很多工业啊商业啊都在台湾 就是78年 油资充沛 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 然后股票上万点 七十七七八七十九八八零 所以你们是是因为这样子 占地政务解除 然后一起来台湾 重新开始 以前很不方便 以前金门大小金都一样 以前金门用的钞票上面都有要写上金门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钞票 有我有看过 他有写那个就是金门现用这样子 因为我家里也有 我那个时候收集 OK 那你所以你是小学跟着爸妈来到了 来到了桃园 然后在桃园念书 后来你又回金门考大学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阿嬷还在 就是还在金门 是 舍不得离开 对啊 那时候就剩他一个 然后我就想说不然就 你去 你做家族代表 回去金门陪他 没错 好孝顺哦 好孝顺哦 没有啦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不太喜欢台湾那个环境 真的吗 小时候在金门待过啊 就觉得 在金门很自由 然后像过年过节都会回来 那我就会蛮喜欢这种 就是离岛的环境 这样子 而且金门在大家都说 战地政务军管时代 外人看起来说 怎么会这么严什么 可是我我跟金门朋友分享啊 那样子金门非常的纯纯粹 纯净 安全 业不庇护 对不对 不用担心有一些有的没的 反而是反而是解除 慢慢慢慢的商业气息增加了 那种小时候的那种美感 质朴美感 越来越淡了 有点可惜 但没有办法 因为必须要进步 对不对 是啊 对啊 因为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是有宵禁的年代 然后所有的汽车都是半只眼 你记不记得 对 要遮起来 要用 要用气 不能打天空 对 要把气 把那个圆的灯啊 上面要涂黑 一半是黑的 好像漫画里面的那个眼睛 有没有 对 有眼睛 家里的灯也是啊 要遮起来 是哦 这个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能 阿兵哥不能进民宅 只有假日的时候去 你们开的那些店里面去购贵 你知道什么叫购贵 我知道贵贵 真的有当过兵 你来说真的有在金门当兵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来你说一下什么叫购贵 对我们叫购个 购个啊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照顾 发骂子的意思 对啦 以前女生怎样 就是因为那个他女生就是很很漂亮的女生在店里的话 很多阿兵哥都会收着他 对 这就很像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吹柜嘛 就是都要很细心的去 蒸年糕 蒸年糕 对都要很细心去照顾他 对 就就好像就是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看漂亮女生 然后每一家店都会都会有安排家里长的漂亮女生来来收账 或是服务 那样子阿兵哥都会去 但也不能发生什么事 就是购贵 就守着守着 所以客人到小金去玩 你也会跟客人分享这些故事 对不对 会啊会啊 我们就是会一直把这些比较有趣的民间故事跟大家分享 真的哦 你才这么年轻 却决定 决定回到金门来协助家乡 主要的动机就是陪阿嬷 对不对 对啊 一开始是陪阿嬷了 一开始陪阿嬷 然后金门 金门现在有几所学校 金门哦 其实蛮多的 但以小金门来讲 像小学好了 就三所 然后国中一所 然后金门大学一间 然后高中高职各一间 都有啊 小金耶 还是两金 没有 高中高职在大金门 哦在大金大金嘛 对啊 对对对 所以你回去念完了建筑 然后也没从事建筑这一行 有点相似了 对 怎么说 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做呃像我们那个嘉年华冰果室 他其实一开始是一间老腿屋 那我进去做翻修整理 哦对 那花钱哎 对啊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这一个然后来陆陆续续又做了好几栋的空间这样子哦真的啊你就是把老屋翻修 然后变他变有功能那那你就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讲起吧来 可以 这个是你们家的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冰果室 冰果室是你后来取的名字还是以前就叫冰果室没有吗你你后来取的啦 对以前他就叫嘉年华那这块招牌啊就是我阿公以前那时候做生意从民国60年那时候留下来的 真的啊对我那也是因为看到这块招牌一直都挂在那里所以我才决定回来把这个空间整理起来的 所以阿公那个时候做这个嘉年华他这个他是理发厅啊剪头发对剪头发跟摆货 摆货店对其实其实对象都是阿兵哥了哈都是阿兵哥以前的店都这样啊就是富而是经营 阿兵哥需要什么这家店都会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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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厉害了没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秀制服啊 哦秀制服对有没有那个你们家有吗有那个我们家就没有了对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们没到过金门当兵不知道以前金门所有的从阿兵哥到长官啊这个左前方都有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是金黄色的线然后里面有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诗 比如说一杠是金西诗写个T可能是金东诗 然后两条线是代表什么都不一样那那大家必须把制服 拿去绣上这个因为那个方便便是才唯一不用穿制服的叫海龙哦对不对 嗯这叫路只要穿一条裤子对而且他们不是迷彩裤他们是红短裤对上身赤裸的然后穿白色的这个软靴帅的有没有不怕冷啊帅的有没有成功对啊 没错没错好所以你回去回去阿公经营了这个理法厅跟百货店经营了几年 现在第七年了你你第七年阿公不值吧 阿公阿公从六十年到现在应该 二十年二三十那也不算很久耶 阿公那时候不算久因为就是78年一样78年战户阵地解除阿兵哥就走了 全盛时期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你有做研究吗大小金加起来有多少多少军人 阿兵哥早期大家都说十万大军啊 在金门对哇小金门就有大概2万啊有那么多哦 对哇我都不知道我睡在我睡在那个龙盘坑道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去过现在还在龙盘坑还在还在还在啊 对那坑道有两个两头吗有一头是那个 郝伯村郝伯伯亲手种的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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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我之前有一次因缘忌讳进去过 现在现在还是不能去是吧 现在还是军方的哦 ok ok 好所以所以你你把冰果是修改修整有你的想法对不对 对啊就是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因为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其实会发现整个列宇 没有一家店是可以让人家坐下来 是吗很多啊怎么会没有 没有那时候从78年之后基本上整个岛上剩不到时间点 你是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就是有在认真经营的不到时间 所以就是整个金门大概经历了大概20 呃从78年到110年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一个萧条期 对人口都外移啊 不会吧可是很多的企业到大金去投资开开店对不对 呃那个也是近几年 也是近几年哦对哇你看哦我的回忆我的回忆东陵整个光是一条街就不止十家了 山外对不对 京城对这都是后后来现在全部都没了 就是整个全部都都没有半间店 因为没有人潮啊建议不下去 商店 哎那卖卖共堂的呢 只剩共堂店啊就共堂店而已 真的啊 对啊而且金门其实也是大概近10年吧才开始有在做观光客 早期公共发展也没有 就早期没这么蓬勃发展啊 是哦 对啊 哇所以你你是看好他的未来所以抢先卡位 没有没有 误打误状 怎么说误打误状呢 我们等一下没关系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啊再跟我们讲你的误打误状到底怎么回事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列宇湘啊商圈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同时也是列宇西方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那他的名字叫陈嘉阳 他念完了金门大学的建筑系啊决定他他就是返乡了 然后念念书主要当初主要的目的是陪阿嬷 那毕业以后他留在了小金门 然后呢把家里的这个阿公时代就开的这个杂货店跟跟理法厅啊重新整建 把他变成了一个类似文青商店的地方 那他同时呢也兼做这个金门在地的导览和资源的调查 希望能够帮家乡做更多的事 让更多的观光客或外地来的人了解认识这个他从小成长的地方 嘉阳那你你现在你自己那个店在做什么 我们的店啊嗯就是当然是冰果市啊就卖冰啊 金门以前不叫冰果市吗对不对 金门以前就叫冰果市 有吗商店里面有叫冰果市的哦 没有他会独立就是冰果市 对OKOK 对对对可能是什么绿野冰果市啊什么花花冰果市啊 真的真的 然后冰果市什么都卖以前什么都卖就是饮料啊然后冰啊甜点啊等等这样子 以前以前有十万大军的时候当然生意一定好每家家都好对不对 没错啊现在没有了你你你你开这个店是给谁吃你你你卖你卖冰 对对对这个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对冬天怎么办 其实那时候基本上我那时候要回来开店大家也是觉得很挫耳 怎么都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西方街哦我没听过这个地方哎 他你知道金陵山庄吗哦OK哦对就是在西方这一这西边这一侧 可是以前就有这个地名叫西方街哦有有有有哦那我太土了哦 然后然后这一条街原本有60栋房子然后60间都是商店哦 那到我回来的时候一间都不剩对是拆掉还是没营业就是都没有营业 房子还在但是没没没营业那很可惜那这些主人到哪里去了移民到台湾 对啊都到台湾或是到华侨啊文莱啊等等这些地方哦 对对对哦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回来把它重新整理起来打开然后就先卖冰嘛 然后算说也是惨淡经营两年啊对当然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嗯对然后到这几年就是光客慢慢开放然后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光客有算在地人还蛮小有名气这样子 所以还算稳定就就你们家嘉年华啊对啊对啊 奇怪那那六十六十个建筑一排只剩你们家那那我们找一些人去投资把它改成民宿吗可不可以 改成民宿但是他现在还是有一些住就是住家还住在里面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老一辈的人还住在里面 对啊但是没有经济活动了就这样没有对没有经济活动 但是还是三六十栋我跟你讲啊金门啊画 你知道以前有个画家叫习德镜 有没有听过没有 他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画金门的老房子 你赶快去找那很有很有感觉他是非常有名叫习德镜 嗯习德镜 对对对我就觉得金门的老宅有一个有一个闽南的特色 对应该是闽南不是闽北闽北是马祖对不对 对我们是闽南对有一些特别比如说他的红瓦 然后那个屋顶的线条排成一排的时候很好看 对对对对对不对 以前那个聚落有一些大聚落都很丰富啊就是在 民事文化然后还有洋楼文化也很特别 你来介绍一下金门的洋楼文化还有风师爷的故事来 风师爷故事OK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从明清时代金门就有一批那个人被带到南洋去 对那最早是谁就是郑成功 郑成功 对他先路过了金门之后就带了一批人下去 然后后期的一些金门的子弟就会被跟着一起下去 下南洋发展 对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金门就有所谓跟一些南洋的一些文化开始产生交流 那我们金门就是有一个传 应该说中国人吧都会有这种光中耀族的感觉 对所以他们在海外发达发鸡 对他们发鸡之后就会回来家乡盖房子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会说为什么洋楼会盖这么绚丽 其实有一种比较好笑的说法都会说是因为在炫富 也对了也对了 因为以前 以前他们为了要彰显自己家族的那个发展 但是他又不可能就是要也不可能像现在可以买什么车子啊 就是买跑车以前没有了 对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房子盖得很华丽 然后而且会很特别的是他会把一些他在南洋看到的任何东西就把它放进来 对有什么狮子啊蝙蝠啊 然后天使啊就是很西洋文化的东西就直接把它放在他的房子的上面 可是所以我说金门的建筑工人厉害了 很厉害很厉害 因为他们他们会盖这个别人不会盖的房子 对不对 而且他要他要滑洋杂成嘛 就是就是看起来是是是是是是西方洋楼 但里面很多金门和中国的在地元素在里面对不对 没错他会又会牵扯到风水啊等等 很多甚至是从民事的这种旧建筑直接把它翻成 就是直接翻哦 洋楼对对所以就会变一种中西合并的一种风味的状 可他们上面一定会一定会有一个就是在大门的上方一定会有一个牌子或杯去计数的自己是从哪里来 有没有对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他们没有忘本 没有当然一部分是炫富了 就是我在海外发机 而且最重要是发达赚很多钱 他们就会回来 回来捐款回来盖房子 对不对 金门很多海外南洋很多金门人哦 对不对 对啊 超多有钱人的 所以现在现在小金有几栋他有开放让观光客参观吗 其实小金门目前我们会分成就是有文资身份 就是跟没有文资身份 是 那文化资身份的我们现在金门的话大概三四 小金门的话大概四五栋 四五栋 对对对 但是有经过整理可以开放的 基本上目前都还没有到我们这里 还没来啊 对还没来 就是都还在代修当中 那应该谁来修 是政府他已经捐出来了 还是私人 其实他有很多的方案 就是政府会补助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可能像全额给我修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给政府使用几年 可能几十年这样 对对啊 或者是如果你想使用 那我可能政府不准三成五成这样 哦 毕竟那个还是私人资产了 对不对 对啊对啊 除非你捐出来变成文化资产 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你还比较少 但比较少人会捐出来 你知道我都是都是什么时候去看到那些洋楼啊 每天早上跑五千的时候会经过 哈哈哈哈哈哈 你你真的不想啊 以前以前金门啊 金门人啊那个军管时代啊 那个金门人就会把很多的这个这个 稻谷然后大麦啊铺在马路上 等吉普车来压 哎高粱高粱高粱 对不对 对啊 可是那个高粱又不是金门产的 高粱是金门产的 你说就不是金门产的 有一些不对啊 没那么多量 没没错没错 因为要要要做成高粱酒 哪来那么多高粱给你弄啊 对不对 金门金门自己种的高粱拿来酿酒 大概只占很少 百分之十趴吧 对吧很少嘛对不对 金酒卖太好了没办法 我金酒每年帮助金门在地相亲 以及捐给中央政府的税 是几十亿耶 对啊很客观啊 他可以可以养活很多人 可是可是在小金你带大家逛 看不到酒厂啊小金没有 对不对小金哦小金其实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讲给大家听 等一下等一下先把先把你冰果仕 介绍给大家 来这丢 这丢 这丢 这吃什么 这是我们的冰啊 对那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有做几款比较特色 来来来 小金门是芋头的 芋头最有名 藏芋头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芋头冰的系列 然后上面那一张就是那个贡糖 对我们小金门的贡糖 这到底是在吃冰还是在吃贡糖啊 一半一半啊那比例很高耶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是想用贡糖里面的花生来去做 跟芋头做搭配啊 对 花生芋头 可是下面下面是仙草吧 对啊 因为我们小金门的那个贡糖跟大金门有点不太一样 做法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的比较酥 哦 对我们的比较酥 然后大金门的算是比较那种软贡糖 比较Q一点 哦 对对对 所以软贡糖不是全部都用 都用花生做的啊 对不对 对啊 对就是会有掺杂其他不一样的成分 原来还有这个 对啊 因为贡糖很多种 但是如果以几间比较有名的话 就是小金门这几间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真的 所以你去买了他们贡糖 然后放在冰里面 去凸些小金在地的特色 没错没错 吃一碗明天胖两公斤 哈哈哈哈 还好还好 真的吗 啊这个这个这个是贡糖 全部都是贡糖啊 不是啦 全部都是贡糖 因为贡糖很多种 这有那么多形式啊 那这看起来像饼干 那个饼干是我们那个军用口粮 你以前常吃的 有有有有有 又不想吃那个硬 也也不会 我到现在还在买 真的啊 真的啦 那很硬吗 对对对对 那吃三片就第一餐了啦 对对对 那很厉害 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除了这个口粮以外 你知道我们还有罐头 你知道吗 哎有有有罐头 罐头有凤梨水蜜桃 还有牛肉你知道 对有 有牛肉罐头 哎我这边有一罐 来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你怎么还有 但是我这个是我后来复刻做的啦 哪有那么漂亮 我是牛肉呢 你这猪肉 对金门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猪肉 啊他 因为他原本的包装是黑色的猪 对黑毛猪才好吃啊 对对对 那他是一样的内容物 一样的内容物 你说里面也是牛肉啊 一样的 那猪肉的 可是猪肉我没吃过 我没吃过猪肉罐头 是哦 金门最有名的 还有小金门有一道蛮有名的菜 就是那个猪肉罐去炒那个芋头 哦 叫玉炼肉 真的啊 哎你讲一下我真的没吃过啊 该死 怎么可能没吃过 他就是猪肉罐头 然后直接去跟芋头蒸在一起 一起蒸哦 一起蒸 然后超好吃 那个那个那个 当年的猪肉罐头是军粮吧 不是你们老百姓的吧 对 是军粮 啊但是那时候就是 因为阿兵哥 他们都会拿东西 拿罐头来跟我们换 真的假的啊 对对对 就是会拿去跟商店换东西啊 或换什么 真的吗 有人拿这个去换一段感情的吗 没有了开玩笑 一边狗鬼 一边一边去换一段感情嘛 会不会 哦 嗯 应该是有 应该 应该喜怒哀乐都有了 对啊对 对不对 一定的嘛 像我以前有个同事 他就对不对 就交了金门的女朋友 退伍了就不理人家 下流 对 我们听一段广告带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啊 跟我们连线的是小金门 嘉年华冰果市的负责人 程嘉阳 他同时也是这个 丽宇湘 也就是小金门商圈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也是西方社区啊 小金门的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那除了他经营家族的这个 留下来的这个冰果市 但是他是把它改装 变得像文青的店 同时呢 也会办导览和体验的工作 那上个阶段 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这个聊到 就介绍到了他们家的这个 人生宛如跑马灯 每次都这样 你看啊 人肉跑马灯 好啊 超小的流标 来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要从左边进右边出 好 这就是他们家 卖的冰了 那他自己也 嘉阳自己也办很多的活动 来我们看图说故事 尤其是这个金门大桥通车了以后 去小金门才比较方便 对不对 没错 太方便 以前不方便 以前坐船要20分钟 太痛苦了 你很痛苦啊 那我每天要坐 对 你 我们算是经历没有到很长时段 而且还算方便 早期更痛苦 早期船没这么好啊 当然他木头船 然后你在里面很多人会吐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冰啊 就坐在那个船尾 船尾有一个 这样一个弧形的 他们就靠在那个上面 因为为什么为什么会吐 除了风浪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 油胃很重 哎 butt 你有经历过 我我们是后期船比较好的时候 对嘛 我想说你怎么可能有经历过 所以金门大桥的通车 对于小金门到底帮助在哪里 帮助在往来方便 很方便 然后医疗后送都很方便 然后像对于小孩的教育 就是上下学 他就可以走这条去大金念书 没错 然后真的节省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之前像我们去大金门 至少都要花一个小时在那个码头 为什么要排队船少 因为半点整点虽然说都有开 但是你可能你要提前过去 至少要提前个15分钟到码头 因为很多人坐 对然后再15分钟下船 然后再从码头再到大金门 然后转换交通工具什么的 就大概都要花到一个小时 如果你要去采购的话 你就会觉得那是人生无比的痛苦 还要去大金采购 这么不方便 小金没有 很多东西还是都集中在大金门 一些商店或是一些大卖场 什么的 什么样的大卖场 大金门现在有什么样的 现在有加勒服 有加勒服了 对像加勒服 金门有没有Seven 金门有没有Seven Seven全家Live都有 都有了OK没有 OK没有对 然后有星巴克电影院 太棒了 电影院一直都有了 大小金本来就有电影院 只是那时候是阿兵哥在看 现在是非常高级的电影院 是哦 那很好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 一方面经营你的宾果室 一方面就当然就办活动 或者说有朋友要来金门玩 你就预约 然后你就会有伙伴 带着大家一起去导览解说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那小金门到底有哪些观光的资源 我们来聊一聊 像这个是 对啊 这 这就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西方街 OK 对 以前这个街是做什么的 对这条街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60栋房子有没有 就是这一整排 全部都是商店 对那 就是后期没落之后就 呃我们开店之后 现在就有大概七八家店在里面 这样子哦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算是整个小金门的一个 观光热闹的地方 早每到六日都会蛮多人的 对 所以西门商圈比较比较热闹 那以前的山外呢 京城呢 山外现在还是呃 维持着热闹 对因为他早期是行政中心嘛 哦 那现在因为在地居民也多 所以还算还算蛮热闹的了 哦 那以前有一个呃 公车转运站那个地方叫什么 就是山外吗 呃山外跟京城都各有一个 哦 那现在那里变成什么样子了 现在因为那边现在像县政府啊 或是一些 哦还在那边 所以其实还是在地人蛮多的 就是那个地方才是重要的这个中心啦 哈对不对 对对对对没错 来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西方的 风鸡跟北风野 哎讲一下故事吧 这两个很特别哈就是风鸡它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列宇的守护城是风鸡 真的啊 对 对 它跟风鸡也是一样的地位 在小金门 为什么叫风鸡啊 因为早期有故事说 呃传说故事啊 就是一个农民他早期因为那个 作物他怎么种都种不好 而且就感觉作物都会被虫吃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很困扰 他就向上天祈求 然后跟祷告这样子 然后结果天上就 飞来了一只那个红罐白生的凤凰 凤凰 对他是说凤凰 凤鸟啦 对 然后一扫而过 然后飞过之后 他的作物就都好起来了这样子 哦 然后所以后来大家觉得说 哎 他的形象其实跟风鸡很像 就是白鸡 哦 白鸡跟红罐这样子 可是可是奇怪啦 人家讲凤凰 你把它变成一只鸡啊 而且这鸡你做的像糖老鸭哦 哈哈哈哈 没有啦没有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大家会 因为大家会觉得 后来去采写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鸡会吃虫 哦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鸡有这种吃虫 缺血必上的功能 所以古时候的人 认为是凤凰 但是经过了科学的研究跟推论 觉得鸡比较有可能 对 他应该是鸡 哈哈 所以 所以只有一只吗 这个雕像还是到处都有 鸡门在 小鸡门在很多人家的屋顶上 都会有那个泥塑的 鸡的形状 但是也是这样 这么卡通的颜色吗 没有这么卡通 对嘛 这蛮卡通的 对 那有一些蛮特别的 就是他可能已经经过长年的风化 然后他就有已经 就是像我们西方有一只很特别的一只 他叫没有左眼的攻击 没有左眼的攻击 对 他原本有 但是因为长年的风化之后 他就现在没有左眼 他只剩下半边 对 也没人去修 也没人去修 对 他的主人不弄 也不弄 对 但这一只现在就是整个小鸡门 还蛮经典的一只 你说这只啊 不是这一只 那一只 那到哪里去看 他找到西方 在西方 对 在这个街的旁边 在这个街旁边 对 在街 这个街的村庄 那你说这个 这个野儿 是 这个是北风野 对 北风野 为什么叫北风 因为他我们都知道金门 那个东北季风很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像那个村口 都像在大金门 都会有那个风湿野 对 那在小金门就是会有风机 朝着那个北方的位置 然后这一只 这一尊那个北风野比较特别 他是在我们西方的村口 然后朝着 因为刚好他是朝着一个 一个大马路 因为这条大马路 刚好路冲到我们整个村庄 所以要来镇压 不然我们这个村庄会被切一半 这么严重 对 那这个叫北风野 他是根据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或形象 来雕塑的 北风野 他其实在 因为北风野他是黑色的 黑色其实是我们讲的 北方黑水玄武的代表 所以他在这一个旁边 他有一间叫北极玄天上帝庙 所以有剧传他是玄天上帝分领过来 这边驻守在这边 有这样的说法 OK 那当初是谁去立这个像的 这个大概 其实这个也大概民国 50 60年那个时候立的 OK 对 所以看起来还蛮新的 对不对 对 他后期其实有经过一两次的修复 有整理 那他手上拿的是这个是什么 那个阵风塔 哦是个塔哦 对他是一个塔 对他是一个塔 哇哦 所以要把那个 强烈的东北季风压住 不要来不要吹 吹得太猛烈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 这个我就看不懂了 来 等一下 这个是南山头 对 南山头 对我们小军们 我有拿错吗 没有 对水朝下 对 水朝下 OK 这个地方我没印象 这个地方其实早期他是军馆 因为那个他旁边的峭壁上 全部都是营区海防据点 海防啊 对 他后来是因为那边被人家发现 说有那个 那个律石潮 律石潮 这个那个老梅 对 那个律石潮 对对对对 就是在三四月的时候 所以那边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这样对 然后然后列宇把这边准备要推成那个地质景观公园这样 嗯嗯嗯 对不对 地质景观公园 所以 对 所以这个管理者是谁 就是要管理 这个是相公所跟国家公园 对 金门国家公园 那现在应该是相公所对 对 金门国家公园 还蛮漂亮的 可是好像也需要稍微整理一下 对啊 对啊 他就是每年到三四月的时候 那边就会很多的功能课去拍照 这样 因为我们三四月的时候 会有那个起雾 然后雾气又跟着这些石头啊 还有这些绿色 因为他其实在三四月的时候更茂密一点 对 所以就会形成像风水化的那种感觉 哦 那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植物啊 他是一种那个 苔藓 那个苔藓 对 嗯 对 虎苔 对 OK 那他的养分是要靠什么 他哦 就是一些微生物啊 他其实可以吃哦 这个 这可以吃 这可以吃 你是怎么样 草一盘还是怎么样 啊 所以他其实可以把它炒 对啊 把它烫一烫 炒一炒 真的啊 对 哦 我想到了 我刚刚忘记补了 就是就是阿兵哥时代 有很多的罐头 你知道我那个牛肉罐头都都都都怎么吃 你知道吗 嗯 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 那罐头打开啊 就不倒出来了 直接在那罐头下面点火 啊 就这罐头当当成一个小锅小炉嘛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 就把泡面放进去 然后然后低两滴高粱 哇 打一颗蛋 哇塞 蛋不用熟 是 哎然后就就那个罐头这样煮 那那太咸对不对 就加点水 对 这样好好喝哦 真的 我觉得你在你那里应该这样 卖泡面啊 罐头泡面 然后第二 可以哦 低两滴高粱 你你家高粱喝不完啊 你们家每天配两瓶嘛 你家喝不完嘛 对没有 我们是每年配三打 真的假的啊 这么多哦 对啊 三节配酒 哦 OK 那那你对不对 你就拿出来这个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问题 对 然后做那个 做那个 做那种泡面 嗯 哇好吃啊 哎 对啊 好像 嗯 好像什么 好像什么 我没有 我觉得好像可以 不是好像可以 就是这样做 你等一下试试看 你那个好现代 对不对 没有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继续跟小金门的 呃 嘉年华冰果师的负责人陈嘉阳 他同时也是在地的这个商圈发展协会啊 聊金门小金门有什么好玩来我们看图说故事省时间来这个 哇 这什么的 猎女庙啊 你要不要拜啊 你会不会去拜 猎女庙会 会啊 我会去拜 哦 对对 他的故事讲一下 哇 这个猎女庙就神奇了 他是小金门非常灵艳的一间庙啊 就是因为他早期啊 他在这间庙的主人 他叫做那个 那个 哇 没关系 没关系 他的主人 对他 对庙的主神 他其实早期在那个 他叫玉兰啊 他叫玉兰 玉兰 然后他他在海边就是被捡到 就是说有一句女生服饰这样子 对 飘过来 对飘过来 然后大家就把他 呃就 就以前阿兵哥就想说没什么 所以就大概把他挖个洞 把他卖起来 因为以前在占地嘛 所以看到尸体其实见怪不怪这样 然后后来呢 就回去之后 那些阿兵哥都觉得想说奇怪 怎么晚上一直被托梦 然后觉得好像有一个女生一直在跟他讲说 呃 他叫什么 然后他 想要有一间庙 然后他想要在这边 他给批有这一块土地这样子 嗯 所以后来就 阿兵哥就帮跟协同村庄的一些长辈 然后就帮他们在这个地方盖了殿女庙 嗯 对对对对 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历任的这个小金师的师长 报到以后定时都要来 来拜拜 祈求部队 人民平安 这个这个照刚刚嘉阳的说法是非常的 很重要的灵验对不对 对而且他有很多传说故事是原本都没有来过小金门的人 他会特别要来找烈女庙他知道烈女庙这个名字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烈女庙但是他就有一天就梦到 有人跟他说要这样小心一些事情像车祸啊什么的 然后就跟他说他 是什么烈女庙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 寻线的来这边找 哦他真的有这些庙 哦就是他可能有托梦去 去提醒世人要注意什么 对没错 这个 这个是南山投营区 嗯 对南山投营区 然后这个地方是 就是现在国家公园的阴阵阵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据点是之前 下面有一个传说故事叫无头连部队 无头部队 对哎呦吓死人来你说 嗯对就是在这里对 因为当时阿兵哥就是有一个 巨瘦啦就是晚上的时候 因为那个有一个港哨兵他没有顾好 结果被水果摸上来 然后就整个脸被摸掉 嗯然后他那个哨兵后来醒来之后 他想说奇怪 为什么我那边会有动静 然后他就会防射看 然后去摇 因为以前上下谱嘛 嗯所以他就摇那个 那边的人说 为什么奇怪 那个大家都没有反应这样 然后被子一拉开 哇全部都没有头 全割掉了 全部割掉了 然后之后呢 他就想要他头去哪里 他们脸盆拉开 全部 因为头都被摆在脸盆 这不要不要 真的假的你吓谁啊你 你吓死我了 哈哈哈哈 真的吗 所以金门到现在 大家可能有当过兵的都知道 在金门的部队 嗯 很少用脸盆来洗脸 他要公佩给你嘛 公放你 但是对 但是我们大家其实不太用 是哦 我不知道 这故事我不知道 这个传统到我之前当兵的时候 他还是会这样子 你也要当兵哦 我们当那种四个月的 哈哈 我想说金门 你们本来就是 就是战地争 哦 你过了那个年代 对我过那个年代 对这个地方也会开放给观光客去看 以机枪口碉堡的 对不对 没错 这边还蛮大的 而且他在海边 在海边 对 这边很大 因为他定时那边会有那个密室逃脱 对 国家公园会办那个密室逃脱 可以玩到这样哦 对可以预约 哈 以前只有金门战斗营 你现在可以玩到这样 你知道这个这个以前都要跳炮操的 你知道你知道 这是什么炮你知道吗 嗯 嗯 不知道 好吧 这个看不太出来 对 你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来看清楚 对 嗯 小金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巨炮 你知道那个应该是不能给人家看的了 对 就是823炮战的时候 有有有三艇大炮 两艇大炮把对岸打趴了 靠那两个炮 两四栋巨炮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现在已经前前几年一两年被拆除了 啊对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进去跟着去做调查 真的 很大很大那个炮 很大 很大 叫两四栋巨炮 对 这个来 这个就不是 这是小金吗 对 这是我们的胡锦头 胡锦头现在变漂亮了啊 对对对他现在这个战士馆很特别 他旁边还是一个影区对哦一定要保护的嘛啊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以前其实胡锦头战士馆这边是一个博音墙 对 就是就是就是上面有一些榜康圆的大概12个吧12个洞吧对的对岸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 对不对之类的了 没错没错 亲爱的台湾啊小金同胞 嘉年华冰果师负责人陈嘉阳 赶快投降吧 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那个那个那个就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错 这好看还有一些武器的展示哈 对那边还蛮多历史的介绍这样对 虎军的旗也在里面 谁介绍啊 他国家公园会有人定席在里面办定就是每天都会有一场的解说 哦虎企业在里面 虎企业在里面 因为就是虎军嘛 虎军对 来 这个是我们列于最有名的九宫坑道 对我怎么不知道这到底在哪里啊 我这个我就真没去过啊 码头在那个九宫码头那里 我真的没去过我只知道水头码头九宫码头在哪了 对九宫码头他在那个就是你要搭 对面传来小金的那个地方就对哦对面啊那算大金啊 那我知道小金啊小金小金是小金门的码头对 这小金码头 对啊那你那个年代应该是医院 哦 对那个年代应该是医院对他以前是医院在那个石洞里面 他在民国七几年的时候小金门人都还是从这个坑道里面出生的哦 是哦 对到民国七十二年他有人在九宫坑道里面出生 哎我这个这个我印象中记不起来了 因为我没有印象中有有在这个下面有水道的坑道里面 对因为这个水道他叫小艇坑道 我们都说小艇我知道了啊 对有两种坑道一种给人走一种给船走的 他基本有四个这种大的给船走坑道这样 有有两个在对面 在大街有有三个有三个在大街一个在小型 就小艇要藏在里面的啦对不对 没错啊要随时出动机动的时候出动 他这个呢没错这是我们的L18营区 哎什么意思怎么那么漂亮 他的因为金门的其实各个据点都是用L开头 哦是吗开头对所以是L26L18L56L48等等这样子 然后这个很特别哦 这个当时他们在建造的时候 为什么会长这种很像飞碟的形状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那个有一个那个小飞小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那个小飞小 他不是有一个飞吗 啊对他就是他当时在盖的时候 长官就给他那个飞船的图片 就叫做那个飞船的形状 哦这都是都是这几年吗 而且你看他的迷彩跟跟真正 以前当时的迷彩不一样啊 对他有现在因为现在很多的军事巨领 都不交给相公所 所以他们都会把它观光化这样 哦那这个地方是在看什么的 就是要由上往下看才好看啊 这边吗 其实他因为他在我们的小军门的最西侧 对然后还有一个one out 所以他会我们都会说这边是最美看夕阳的地方 就是全台湾看夕阳最漂亮的地方 是哦对真的很漂亮 这以前就是个营区嘛对不对 阿兵在在里面吃住生活的嘛是吧 没错没错哦好这给大家看一眼啊 小金门有这样的地方其实蛮好玩的都跟 都跟军事有关来最后给大家看这个来 是我们的金门大桥 对从小金连到大金 对啊大概开车10分钟就到了 哦那快哦哦很快很快 这张看是一回事这张才美了 对哇这个晚上太厉害了啊 你知道这一张照片会让我们想到我们第一天大桥开通的时候 我们开上去那个瞬间真的会哭会哭出来哦 真的哦你有去你有去 有啊第一天我们就烧集了我们整个社区的阿公阿嬤 哦六七十个人 大家一起过桥 搞了几年啊这个 这个应该12年吧 干了12年这真的不容易哦对不对不容易对 因为他是整个金门唯一的 应该全台湾唯一的跨海大桥 那澎湖也有啊 他们都说澎湖那其实没有到很跨海 哦就以工法来讲的话这个算是难度高 难度很高 可是带给金门居民无限的方便 真的太方便了 OK 就是两岸就是算是大小金门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真的 哦我以为我以为 我以为你说的两岸是跟对对岸啊 但是也OK啊对不对 但是如果如果两岸和平的话 盖个桥 对 有这个议题确实有对对不对 到到到厦门之类的 对不对 那也很方便嘛 而且现在的科技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对对也许可以方便那重点是大家要和平嘛 对对和平最重要 好了 所有的游客要去金门玩 如果到小金去要怎么样能找到你们的 找到你们然后请你们来带路 那有什么方法啊 有两个 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加年华冰果市 哦还是要去冰果市哦 对你直接搜寻我们就可以线上先跟你讲说 讨论一下哦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搜寻亨士畅游 哎为什么叫亨士你的意思说让大家像大亨一样是吧 呃亨士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个创办人他的一个字啊 对哦他名字里有个字 对 然后后来我们是觉得因为他很在地 他是他不像我一样 他从小就在金门长大 对那我会觉得金门好玩是因为他带我去玩 是哦 你不是也是长到四年级才离开的吗 可是小时候不太会去玩啊 所以他带我去玩我才发现说原来金门有这么多好玩的元素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以一个金门人的角度带你去玩 对所以我们现在提供两种服务 就第一个是你只要线上你还没来之前 我们会预约了我们会在线上直接提供你所有的分析 很像旅游管家的哦跟你说怎么玩怎么玩 就算我没有实际陪你去玩你也是会你也可以自己规划一下啊 对我们就很像是你在小金门或在金门的朋友 会报一些你最好玩的事情给你这样 OK另外一个就是实体的带你去玩这样 OK 就实际就联络好你们陪大家去玩 哎小金门有没有旅馆 有有民宿有民宿但是没有旅馆对不对 没有旅馆对哇那有点可惜哈 对啊像刚刚民宿还够啦还够 可是我觉得像刚你说那个西西西边的那个整排的屋子 你知道新新加坡有一种叫电屋式旅馆 知道吗下面下面是开店 对二楼就变成旅馆的房间 而且是连起来那感觉很有feel哦 对对我们这个一直在积极突破 因为牵扯到一些法规的问题哦 OKOK 对啊希望有一天可以完成这个梦想 你是说把这些把这些把这些老的店 变成变成住宿的地方哦不准是吧 住宿的地方我原本我原本其实有做呢 就是真的啊就对啊就违规是吧 对啊没有通过OK哦希望你们赶快 好了今天谢谢谢谢嘉阳啊就是嘉年华小金门 嘉年华冰果市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列宇商圈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西方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哇真的职务很多 最重要是他住在住在自己的家乡啊推广自己家乡的观光旅游资源 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想办法找到嘉年华冰果市 然后去金门玩的时候不要忘了可以请教他们有机会的话 由他们来带着大家以在地的眼光做最深度的导览 今天谢谢嘉阳的时间呢 像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聊好不好 嗯没问题谢谢谢谢拜拜 嗯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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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